教宗方濟國會見了意大利天主教周報聯合會 意大利期刊聯盟 Coral和IART媒體公民協會的成員 他邀請媒體工作者不僅要提供新聞 更要教育受眾 教宗都反思了探索現今傳播高速公路的三種路徑 培育、見證及保護社會上最弱勢者 不去鼓勵這些團體利用它們的平台分享基督的願景 會面結束時教宗將記者和媒體傳訊行業工作者的工作 交託給聖方濟國沙女士和增幅加陸阿富提斯